原标题 贾乃让我一个人过得很好 让人心疼 连他姐都忍不住站出来对黑粉 前两天薛之谦的前妻 Light又开始撕逼了 但是却带上了李小璐的名字 这让当时天天上热搜被骂的李小璐 又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本大夫真的觉得贾乃亮很无辜 贾乃亮跟甜心之前唱过的一首《大王让我来寻山》的歌曲 真的很可爱 那个时候他和李小璐 属于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献杀旁人 因为贾乃亮真的太宠着李小璐了 抛开出轨事件的真真假假不说 真的很不想小璐和贾乃亮离婚 他们真的很般配来着 而且甜心又那么可爱 无论对孩子 对感情离婚都是必大于利 他们的感情在很多黑粉不负责任的话语中 被描述的肮脏不堪 有骂李小璐转头 又骂贾乃亮的 来来去去伤害的不是还是他们一家人们 这次又无辜躺枪 各读了黑粉 又给贾乃亮的图片 披上了绿帽子 我真的无比气愤 贾乃亮真的是招水软水了 黑粉能不能有些素质 还无端的给贾乃亮泼脏水 说贾乃亮是双净脸 惹怒了贾乃亮的姐姐 发微博对网友至于薛之谦 中学时期特别喜欢听他的认真的学 至于现在他和Live的纠葛 作为网友 我觉得我没有说话的立场 看他们天天吵来吵去的 终于要上法庭了 也算给一些粉丝和吃瓜群众 一个闭嘴的交代 一切都等待结果 作为艺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贾乃亮现在这么低调 心灵受创 还要被时不时拉出来群嘲 街上罢 愿黑粉手下留情 键盘侠三思后醒 关注我 维护网络健康环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